上个视频 我们单杀了古纯星的帽子 Crew中卫和沃尔上卫 这个视频 我们来解锁一下木星的结合点 在的之前 我们要先解锁古纯星的节点 路底 才能前往结合点 这是一个劫持任务 我们要抖起 副魔力气人战舰的能量核心 以防止古涅亚制造出更多这样的武器 跟着黄色的任务里 找到控制塔 解锁它 释放出核心 我们需要使用裤盾的能量 来推动核心 使它前进 在开始这个任务前 请升进你的战甲 让战甲拥有更多的裤盾 为更快的武动恢复效率 世界会有大量的敌人前来 企图摧毁核心 一样将它们消灭掉 保护核心被吹 拨断能量耗尽后 核心被停止前进 如果长时间没有推动核心 古涅亚会将核心招轨 核心归后退 波顿被在里面受到伤害 2-4秒后自动恢复 安全将核心推动到处理里 任务完全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集团中枢苏达 声望已经满集 可以升一级了 虽然我们消灯的集团 是金红重材者 但作为同盟集团的中枢苏达 也会获得声望 这里是我的偶特通过监视任务 所使用的配卡 前往集团控制台 将集团中枢苏达升级到一级 这里我们选择护断语音媚眼作为奖励 而且在此以后 我们可以直接用声望换取护断语音媚眼的 因为木星结果点有个任务 要在古涅亚的追口节点 生存任务中生存超过10分钟 因此我们下面要去解开 古涅亚的科尔节点 只有解开它 我们才可以到达追口节点 这是一个幅画任务 实体影像的数据不快前往 黄色任务点 从这里我们可以跳到上面的高台 将数据模块插入终端 从高台上直接跳回刚才的位置 继续跟着黄色任务点前进 从这里即将跳插到上层 解锁数据中端 暴露出能量核心 使用近战武器的战地重心 测滚所有的能量回心 来到处理点任务完成 接下来我们要去解锁古涅亚的追口节点 这是个生存任务 触发警报 任务开始 记得处理点 要保证维生系统的计量处不能预理 连满图放的大型维生胶囊 和敌人掉落的小型维生胶囊 都可以为你放下维生系统的计量 请完成两人生存 十分钟以后再处理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木星揭露点的第三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和第二个任务 阿里亚前面的视频都有详细的解说 没有了解的朋友可以去获得主页安卡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挑战用心接割点的守卫者 Valkman 使用这密中机可以让Valkman无空 在逃不空的期间 用近战武器无提的阿卡插机 解锁木星接割点以后 为奖励我们三万刺激 双头神蓝图 增加空战近战武器伤害的七哥热炎mol 增加空战枪伤害的无精枪管mol 以及增加趋异生命值的nit强矿mol